第一就是把秘密資料放給社會新聞媒體 讓他們不交談 第二步呢 引起社會討論之後 再選擇性的交給少數的特定同學 讓他們偷到這些臉書上 讓他們上電視來討論 引起社會大眾的輿論堂之後 再次定調這個議案 每一份公文都可以這個SOP的流程 所以七百份公文就超過七百次 他也讓特定的媒體跟少數媒體之間競爭 據說洪志坤首相有一段名單詳細地記載說 這份公文給了某某媒體 這份公文給了某某名嘴 讓媒體跟朋友之間去競爭 大家競相去巴結洪志坤 提取的同家的資料 在媒體中刊登 來增加媒體的效果 或者是說增加某個名嘴 他上通告的次數賺通告費 那這樣一套SOP呢 都是由洪志坤跟劉玉婷兩個人操作 兩個人就像東北二人傳一樣 一搭一搭賣力演出 我手上的一份資料請大家看 這個是鎮峰處 我跟鎮峰處去要求他們查 鎮峰處以密件為意給我的 洪志坤在今年3月9號寫了一份秘密的寒件 給他口中的柯衣室 上面就很清楚地說 我需要這樣講 直徑揚州追查大巨蛋案 其中涉嫌 圖利 貪圖 違反招標程序等違反四項明顯 新市府任何行政連續作為 都將被官僚體系牽涉 禁閉案中 有准柯衣室的心域 立下疏散通道指示 其中涉嫌 全海本須領域 新舊政務職責任 見喜市長 財事成品大巨蛋 DOT案 調閱小組 由鄧副市長召集 成員包括 政工處長 捷運局長 財政局長 文化局長 洪志敦部門 調閱公文及相關資料理想 調閱的體驗 換句話說 大巨蛋調閱小組 是洪志坤 尚公文議員市長 教士長成員 調閱小組的長員 也是由洪志坤秘書的指定 才包括他本人 那麼他也定調 這個就是貪圖 主帝 相關的避難 因此他整個是一個寫好的劇本 編劇 導演 演員 都是洪志坤一個人 另外他的秘書留意 是今年1月才從市政院的 每個月臨5萬7千塊的高薪 事實上洪志坤基要部位 在編劇內是不可以有秘書的 事實有這麼多的基要部位 別人都沒有秘書 為什麼洪志坤有秘書 就是因為特權 這個劉玉婷每月臨5萬7千塊 是幫洪志坤一個人 去做洪志坤這樣做的事 大家請看 劉玉婷在今年2月16號 就開始去調閱五大弊案的相關資料 事實上劉玉婷並不是很正常 他根本沒有資格去調閱相關資料 他根本沒有資格去調閱相關資料 劉玉婷先去調閱了 200多份各種相關資料 ruby 強額露 強額露 強額化 雙眼市民都交代都不夠 杜玉婷 強額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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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洪奇坤 它率領這些人在多一點氣勢 黑 放話 基本上 我們去探討市府 各個案件都應該多開通 但是這樣放話SOP的方式操作 實在是洪奇坤這樣拿著國家薪水公務員 所做的令人不恥不恥 我們認為鎮峰和憲法調查處 它有違反的相關規定 就應該加以處分 甚至我認為洪氏文人不適任 應該開憲法的智慧 進化其他更多的調查 因為還要調查它是不是洩漏其他更機密的文件一份 鎮峰局的表示這個部分仍然在調查中 換句話說 洪智坤跟柚宇婷 已經是錢柯雷雷 現在仍然有愛在身 必須接受共產 他們應該暫時離開現場 靜候政府主 甚至司法單位的調查 我覺得市政府實在是決策草算 拿人民開玩笑 拿安全開玩笑 我們請問第一個 到底安不安全 市政府說安全 可是屯面借了很多人說不安全 所以請市政府公開告訴我們 到底安不安全 第二 以三天之內做了三組兩頁 一下說要選這個安全檢測小組 一下提供 一下復工 一下局部復工 一下說復工一根月 讓大家覺得市政府是完全沒有帳房 決策草算 讓市政府的公信 大量安全 也讓市民的安全 存在一個危險狀態 所以這樣的市政府 應該跟市民道歉 跟市民說清楚 到底捷運安不安全 反而是可不可以搭 到底未來 要是把我們帶到一個疫情的方向 謝謝醫院 請大家 回到快樂 這邊 這個消息 這一個消息 這一個消息 最後 需要 好 請 我們 已經不是 延正的 今天 當你也等出口,公園出口,然後再加上皇室的本身和市長部位是沒有辦公庫的權利性的依序 對,宏志慧可以提到遠,留意他不可能,然後皇室可以不能去進行方式,但卻有留意的依序會是那一般的 顧問沒有依序,不然你看他適合那麼多顧問是這個依序 他是市府的公務人員,但是不是宏志慧的藝術,但是宏志慧呢,把他拿來做市的藝術,卻能做他的小兒子的藝術 這是唯一版公務人員的名字,劉宇婷應該是做市政府藝術處理的事,不是做宏志慧客人的事 我也當過顧問,我在台北縣做過記錶書,我都沒有專屬藝術嗎 我又參考盧小王,的捷彈著按照片適合很多的事 購物的購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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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物 我已經購物,購物,購物的購物 購物,購物的購物,購物,購物,購物 你看 你看 這一次 也是劉玉婷 他就一筆釣業這麼多 或是劉玉婷厲害 他用手勾轉加 劉玉婷 釣業這麼多 劉玉婷 他不是釣業一份喔 你看一次就會釣業幾十份 你看 我不知道他耶 你看 這麼多 他一次就釣業幾十份 你看 像這個就是別人 別人OK啊 好 大概這麼多 這麼多 這麼多 將近三百 將近三百 多少時間 從二月到四月吧 你看 劉玉婷看到沒有 三月十六號 看到沒有 所以流出去的那個 影音檔 護影檔 都是劉玉婷流出去的 猜看 劉玉婷看到沒有 都是他一個人釣業的 劉玉婷 劉玉婷 這麼多 他的 title 他的 title 研究員 劉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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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厚一本子兩幾百分都還掉出去 他沒有資格去掉一堆資料 因為他同事我們的廉政委員 所以市長有可能其實也知道我們這個動作 那顯然是市長縱容的嘛 所以市長可能就是後面那個迎務者 這兩個人呢 是市長的一個幕僚 也是市長的一個 做這件事情的執行者 謝謝議員 謝謝大家 可以啊 歡迎大家拍啊 這份是說那個廉政委員會是洪吉坤建議 不是不是不是 大巨蛋調業委員會 這份是您上次開記者會的內村資料 我上次只有公布這一張 後面也沒有公布 上次是哲學家 對 我上次跟高雄的開記者會上次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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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剛剛你說調月有雨天 多到不行啊 拍不完 拍不完啊 拍不完啊 第一次調是哪一份 這一份 2月16號 2月16號 對 3個月就200多份 嗯 將近300份 將近300份 我算過 2月開始 226 好 266 3個月266 嗯 沒有 2 3 4 對 到4月份 到我調月的時候 我是4月份 我要質詢的時候 4月初調月的 4月中調月的 到4月中 我看他最後一次是 我這個檔案裡的最後 他現在還在調啊 我看他最後一次是 對 你看徐青黃調月 對 人家都是 徐青黃OK的 他是OK的 李安妮也OK 看到沒有 所以我們就不講 這些資料是算 機密資料 還是什麼樣的資料 呃 這些資料 市政府告訴我說 不算機密 但就是外些 但是一般人 我們看不到 你看 他們去調齁 陣風處的人 還要簽收喔 因為以 就算不是機密資料 也要 也要做一些管理 對不對 班市府的資料 到處買天杯 好 我找一下 我找一下 我看他最後 最後一個是 4月2號還在調 你看 但是他不能算是 洪志坤自己的秘書吧 不行不行 洪志坤不可以有秘書 他只是有在幫他做事 但是他不是以這樣的方式 他是市政府的人 你去查一下 機要顧問編制內 是不可以有秘書的 我也當過機要顧問 我做過台北縣 周行委的機要顧問 我都沒有專屬的秘書 體制上是不可以有秘書的 就他一個月拿五萬七千塊錢 今年一月進市府 名字叫研究研究 就專門幫洪志坤做拿手 好 沒問題 對 可以借我他幾年嗎 好 你拿著 謝謝 我拿著 謝謝 謝謝 幹一次 謝謝 這要知道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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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